佩下平靜怡第十位中华红进行港 加技市第五名区已经宣布破坏新代表2,000元 专利进行典显的经济 市府建设处第十一位 也正在推测加技市过不做的活动 除了人数九年 加油金回馈到加技市大小的路级 还提供100万元的中品 民众发票累计500元就能提供 每一个人最多能提供20万 买越多重众机会越大 实际COVID-19也很影响 重重生业方面新经济 港医市政府应已经建议 发行尊心有备券出进消费 市政不允许申报价 发行市民每个人现金2,000元 都是今年港医市各不做 中队11月一合到每年一月 赤字丁丁 因此既年加油金的活动 会开到港医市大小贵美的观光路客 就是要拼经济 发现金抢商计 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跟努力 当然是一波接一波 那我们的下一波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会有个加一式的购物节 那去年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所以今年的11月1号到12月底 目前暂定两个月的时间 购物节要来了 那今年的购物节呢 会有很多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包含延续去年的反应非常好的加油金 是由我们的旅馆工会 找到了很多的特约的旅馆 然后呢来加入 会发六 只要你来加益住宿 就会送你六百块的加油金 三百块限定住宿 有三百块可以去加益的特约的这个商店呢 来消费 那这去年的反应好得不得了 所以今年呢我们会延续 在日后21年 加益市各物节的华东期间 并将只要在加益市消费 加益类华东 各方消费 并到发票进行定路 就有机会将总结台 一百万以上的商品赚回去处 去年呢我们的发票呢 每一张要超过六百块 才能够抽奖 但是今年呢 我们已经改规则了 就是呢你十块钱 五块钱 只要加入我们的LINEET 全部都可以累积 只要每满五百块 就可以抽一次奖 最多可以抽二十次 还有第三个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超过将近一百万价值的礼物 那我们呢一定会来抽奖 所以呢今年的购物节呢 绝对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来加益来消费 应接着在11月份上 中的日后日一年 加益市各物资 加益市政府 持续邀车在地的路受业者 还有咖啡店 陷入点心的店家 作为来参加 9月15号开始串人进行开动 上新的小学 可以关注 自己及各物质的 脸书粉丝专业 也邀请大家 作为来拼金座 唱唱歌 水星新闻 杜丁孙王秋山 大鹿丁孙王秋山 赶索王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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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赶索王秋山 有没有玩过沙包呢 沙包不仅是孩子的玩具 更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随着时代的演变 童韩的变化日新月异 具有台湾特色的童韩 慢慢地被 深光炫目的玩具给取代了 传统的童韩 慢慢失传中 今年透过祖父母节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来 重温台湾早期 精彩的童年生活 阿公阿嬷是家庭的支持来源 他们的人生智慧 跟生命的经验 是承袭家庭的传统 更是社会文化重要的资产 有些人很幸运 可以跟阿公阿嬷生活在一起 有些人因为疫情 或者种种的因素 跟阿公阿嬷相隔两地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 为了庆祝祖父母节活动 家义是将活动的主题定为 幸福感恩加乡亲 祖孙同乐一家人 它是代表着传承还有感恩 并且透过勾在童韩沙包 来促进世代的交流融合 相互传递着家庭成员间 彼此的情感 以延续孝亲尊长 敬老尊贤的传统价值 想着阿公阿嬷年轻时候 辛苦养育着我们的爸爸妈妈 而现在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有妈市长要趁着这个时候 和孩子们一起向阿公阿嬷 来表达我们的感谢 并祝福阿公阿嬷大家 老走老走 健健康康 满民春风 笑海海 祝福大家祝父母节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